眾所期待二零二四新北歡樂耶誕城 十一月十五號就要登場了 一連舉辦四十八天 閃亮到明年元旦 今年以魔幻耶誕城為主軸 新北市長侯友宜化身成為魔幻天使 公布了活動八道亮點 其中最吸睛的是 全新打造八層樓高的LED城堡 也讓耶誕城兼具表演舞台 展演功能 帶給民眾絢麗震撼的視覺主秀 拿起魔法棒還有一對雪白翅膀 新北市長侯友宜變身魔幻天使 宣布2024新北歡樂耶誕城即將開跑 眾所期待的天橋 人行道也被打造得更加魔幻美麗 新北耶誕城將在十一月十五號 盛達登場一連四十八天 閃亮到明年元旦 今年是以魔幻之城為主題 變裝為主軸打造八大亮點 大面積LED城堡 結合雷射打造更震撼 更清晰感受 其中最吸睛的就是在市民廣場 全新設計出面積最大 有八層樓高的巨型LED城堡 帶來炫爛震撼的視覺主秀 這是非常不一樣 以前我們都完整地投射到 新北市的市政府的大樓的前面 這一次用LED燈架一個最高的 四大主題燈區各有特色 每逢週末也都會有多樣主題的創意市集 正且廣場更會定時飄放浪漫雪花 今天的主燈我也是帶了一個主燈 它是一直在變化的主燈 每一個面向那一段時間就會開始產生大幅度的變化 那是點出我們的魔法的耶誕術 今年耶誕城還有環球影城巨星小小兵驚喜先生 年末更有眾星迎擊的魔幻耶誕演唱會 陪大家一路嗨到跨年 接近北市綜合報導